那么都知道刘勇混社会比较牛逼 因为啥 因为他有几个白道大哥照 也不说刘勇 谁混大哥混成顶级的 都得有这些人 著名的是木马 老木跟老马一直照着刘勇 但这时候老马已经出事了 只剩老木了 那么还有一个人物 不得不讲 刘勇的大哥 北京的大志 这个大志在80年代 把自己在这个北京城的这个李家二公子啊 这个李小勇的腿给打折之后 谈事了 来到这个东北沈阳落了户了 那么志哥啊 可以这么说 虽然说的在北京没那么太景气了 但是也比刘勇他们要强百倍 哎 志哥就这么说吧 在沈阳就混的啥也不是 人家回北京照样继承老爷子几十个亿的财产 北京的几个大宅子 那都值老钱 所以志哥根本就不用奋斗 那志哥都做点买卖 说到志哥呀 基本的故事呢 就从志哥身上说起 这个志哥有一个司机叫吴明 下一步啊 咱们也能讲到最小的 最小的也就是北京 刘就这个他是北京人啊 就志哥在北京的时候 哎 改这个社会圈子里面 在这个 哎 红墙根底下长大的时候 啊 刚出到社会 哎 也没多久的时候 这个吴明就给志哥开车 给开十六年车 包括志哥惹完事到东北来 这吴明呢 一直追随着志哥 可以这么说 不是亲弟弟 胜死亲弟弟 那么吴明呢 在这个2000年 在这个志哥这个旗下 当了十多年司机 那可以这么说 也算是啥 借点光 那你说能不借光吗 给公司老总开车 都得借点光的 哎 给领导局长开车 都得借点光的 这小子也借点光 他也做了不少买卖 就这小子资产都上亿了 你算吧 就给志哥开车 工资要不要都 就不无所谓 啊 谢了忘名 那有人说 他干啥活呢 啥活都就不干 最主要啊 是干啥 是干商 商混 也就是钢筋混凝土 建筑一些行业里的活 哎 那么很多沈阳人都知道 说志哥牛逼 志哥的司机 那都得给面子 那不用多说 但是外地并不知道 这不吗 吴明啊 前谁想要摇手啊 吴明啊 这一天找到志哥 就跟志哥说 说志哥 哎 你看听故事 你必须得从头听到北 不能着急 你得知道什么事 是因为什么 那上去就渴 那不叫故事 啊 那就要他妈大了一台 志哥的司机 吴明啊 就找到志哥就说了 说志哥 那个我跟你商量点事 这大志一听 啊 什么事啊 吴明啊 啊 志哥 那个 我行走问问你 那个哈尔滨 那个 你有没有什么认识人 那啥的圈子内的 志哥一听 你别说哈尔滨来 乔哥哥地哪都行啊 你什么事啊 志哥 是这么回事 那个 我这个买卖啊 啊 上混站的 我行子 我准备要开到哈尔滨去 啊 然后啊 这当地啊 没有他认识人 接下人啊 我行子 志哥你要认识的话 帮我说说话 志哥一听 轻易都不求自己啊 这志哥讲话呢 啊 具体说说 志哥 我听说哈尔滨的哈工大吧 哎 一年的工程量不小 啊 但是呢 我想打中内部吧 我跟那块那个人 接不上枪啊 但我打听出来 谁说话好使 志哥一听你说着 啊 谁说话好使 说哈尔滨呢 这哈工大 有个叫张大成的 这个张大成 专门干哈工大的工程 啊 包括政府的一些工程 这笔挣老钱了 我心思志哥 他手里拿了的 都给我吃饱了 志哥一听 张大成 他并不认识啊 这个哈尔滨人都知道 张大成给哈尔滨的 屈指可数的 那富豪榜上能排进 前三名的人 非常牛逼 这当时志哥一听 张大成我倒不认识 但是呢 我哈尔滨呢 哎 有好兄弟 啊 这个兄弟啊 在哈尔滨能行 我打电话问问吧 啊 吴明啊 行就行 不行拉倒 别生气 哎呀志哥 你帮我干嘛 啊 行不行都行 于是志哥拿起电话 找谁啊 给哈尔滨呢 满力助 这大志 八八八八小电话 就打给了哈尔滨的 哎 道里区大哥 啊 铁肤公司的老板 满力助 满力助啊 正在铁肤公司 跟那个商力二臭 哥俩啊 老吃 哎呀 我说今天早上洗血脚 你看见没 大哥来电话 哎 八小电话一接 哎 嘿嘿嘿 志哥 啊 我是那个满力助啊 啊 志哥 那个力助啊 呃 志哥呢 有点事 想咨询咨询你 啊 行的话你给志哥办 不行啊 你也别为难 志哥得有甚至啊 满力助一听 啥事啊 志哥 你啥事 然后哈尔滨的事都行 是这样 我有个司机啊 小明呢 呃 跟我这么多年来 头一次张嘴 说他呀 干得买卖 伤金混凝土 那活吧 准备要给哈尔滨干点 打听了一下子 说那个哈尔滨呢 有个叫什么 海公大的张大成啊 张大成说的负责这个玩意 啊 你看你能不能说上话 李助 那张大成的话 啊 好不好接触啊 啊 不用多 给整点活就行 满力助一听 张大成 他也知道啊 啊 还挺熟悉 但是呢 张大成这个人是生意人 他跟满力助他们不一样 哎 满力助呢 是社会人缠生意 他是存存生意人 满力助一听 没问题啊 张大成啊 啊 海公大张大成吗 啊 这个不用问啊 这个事我就答应了 只要是他手里有活 那必须咱们干 哈哈哈哈 哎呀 那个别管事行不行 李助啊 我谢谢你啊 那个志哥 我都想你了 你不行 你来趟哈尔滨啊 你把那个你司机啊 也带过来啊 然后我把这个张大成找来 这事咱们一排鸡喝 不就完了吗 行 待着没啥事 那我让小明啊 开车拉我上趟哈尔滨啊 那就麻烦你了 哎呀 客气那大哥 你来吧啊 啊 我接待你啊 上铁副公司来啊 好好好 大志把电话就撂了 大志一撂电话 大志就给东北 就这两个小老弟啊 一个刘勇 沈阳的大哥 一个是哈尔滨滨柱 这两个大哥觉得够用 只割讲话 吴明啊 明天 明天咱们上那个哈尔滨 啊 你跟我去 看看这个滨柱啊 把这个事 能不能给办历祖 啊 应该差不多 吴明人挺高兴啊 那改那这种手里 拿这活 那资产 我跟你说 那活拿起来最低几千万上亿 那么时间来到第二天 啊 第二天的上午 大志的司机 吴明开车 拉着大志 就来到了黑龙江的哈尔滨 来到了哈尔滨 也很顺利的啊 就见到了谁啊 啊 这个铁副公司老总 马力柱 啊 马力柱领着商力 还有这个二臭两 亲自来接的大志 哎 到楼下啊 铁副公司 这一下 一下车 大志一下车 这是马力柱上前 前夫后用的 这个来了 这个 哎呀 等你一上午了 啊 大志讲话了 哎呀 费心了啊 那个 这个上公司 啊 资格这么的 咱们也别上公司了 啊 咱们找个饭店 然后啊 我把这个叫张大成的 给你找了 你看看怎么样 大志一听 哎呀 那可得这个 谢谢你啊 无名啊 啊 你得叫哥 哎 其实无名匹 他们满里柱都大 无名一丑 啊 猪哥 满里柱讲话了 没事啊 兄弟 这事啊 就包在我身上了 这么的啊 二臭啊 这个订个饭店 那个上到哪 上那个 上罗斯饭店 哎 这个罗斯饭店 是这个中央大街附近呢 有个西餐厅 啊 当年乔四爷活的的时候啊 妈妈比较愿意去 马迪尔武厅的 罗斯餐厅的 哎 这个地方比较不错 这二臭马上打电话 就联系这个饭店 这时候 马里柱啊 也拿起电话 啊 为为了重视这个事啊 自己亲自给张大成打电话 那么张大成 正在这个哈工大自己的办公室里 啊 张大成的电话就响了 啊 张大成那时候这么说吧 没有一百亿啊 几十个亿身价是轻巧的啊 估计都有百十来亿的张大成啊 有没有哈尔滨 有没有知道的 张大成两千年 是不是有个百十来亿私产的 差不多 这笔个他妈有钱 这张大成的电话就响了 张大成一瞅 我操 马里柱 他存了马里柱电话了啊 沈阳就是黑龙江 这些社会人的电话 他都有啊 他这一瞅 我操啊 这他妈的 这不马里柱吗 啊 这就不马里柱找我干啥呀 因为张大成这个人呢 钱大有点像那个那啥事啊 钱大而且胆不大啊 这笔号耍钱啊 他妈的 这马里柱 这这这社会人找我干啥呀 没啥几个好事啊 我就不愿意跟社会人打交道吧 社会人你看交员男也好 马里柱也罢 他们愿凶人呢 没办法 你得接呀 喂 你好 哎呀 哎呀 祝哥 那个张大成啊 我是大成 我是大成 祝哥啊 有事啊 祝哥 呃那什么有这么个事 我外地来个哥们啊 一个好大哥啊 业务上可能啊 呃要拥有你 你看看你方便不 你方便的话 我订餐厅了啊 一会中午啊 在这个中央大街啊 有一个这个螺丝餐厅啊 西餐厅 到这地方咱们吃点饭啊 边吃边聊啊 啊 张大成脑瓜多聪明啊 做买卖的还耍钱的 就这点让他都站了 脑瓜瞬间啊 就反应过去不是好事 那个 就我大哥一句话 吃饭都得排大队 请我大哥你知道不 给你面子找你知道不 咋的 想跟我有点误会 马力柱一说咋的 要跟我有点误会 哈尔平人我跟你都害怕 因为马力柱一说误会的事 小误会要一产生了 容易往你车里面跟你安点啥 小香瓜啥给你冷两个 张大成一听 李柱啊柱哥 我去还不行吗 我去啊 那个牡丹江那个事 我让那个手下去去去去出财 我去我去我去 准时几点呢 十二点 我现在往那去 别太晚了啊 哎哎哎哎哎 好嘞 电话一料 电话一料 马力柱瞅瞅大致 志哥啊 走吧啊 商力啊 二臭走跟我去 马力柱带着商力跟二臭 还有这个大致哥 还有吴明 他们一行五个人 就来到了哈尔滨 咱说了 哎 乔瑟生前最愿意去的罗斯西餐厅 那是一个 哎 外国餐厅啊 啥呢 有点俄罗斯风情那种感觉 里面都俄罗斯娘们啊 服务啥的 哎 韩拉少 哎 俄罗斯大馅饼啥都给你卡卡 往上来 哎 山珍海味咱就不用说了 菜都准备好了 哎 酒也点上来 这时候啊 这满力柱跟着志哥就唠 说志哥 这个事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啊 这个吴明是你弟弟 那就是我弟弟 这大致一笑 那个力柱啊 咱们呢 也不用太那啥 给咱们一半啊 就行了 这活 哎 这个 伤精 就是伤混这活啊 要如果说是张大成的 啊 我不吹牛逼 一点都不能给别人 必须都掌干 哎 马力柱为了 为了让大致满意啊 为为为了 为了这种牛逼啊 讲话说 这活必须都掌干 啊 大致一听乐 行行行 哎 看看吧 哎 就在这时候 咱说了 啊 张大成 带着司机也来了 张大成坐驾是啥 坐驾是一 是一辆家常的凯特拉克 啊 一个司机带个白手套啊 非常级不牛逼 正规的啊 哎 开车到这地方啊 瞅瞅满力柱啊 瞅瞅张大成啊 张大成讲话了 等我一会儿啊 我下去一趟 哎 下车赶紧给张大成开了车门 张大成啊 下车之前 进屋之前的脑瓜子 也和气和气 这满力柱都说啥事 哎 但是别管啥事啊 我那一个字 他妈托啊 张大成啊 哎 推面进去 这时候约好了 这个餐厅 眼睛底下人就有服务的人员 就说 哎呀 是不是张先生啊 啊 满力柱柱哥啊 在楼上有请208包房 当时啊 张大成讲话了 好好好 张大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也进了屋 来到包房门口啊 张大成还敲了下门 啊 满力柱一听 进来 张大成推面一进来 哎呀呀呀呀呀 啊 那个 那个猪哥啊 满力柱一瞅 大成来来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坐边上来来来 给你介绍啊 这是这个北京的大哥啊 我志哥 哎 叫志哥 哎 张大成一瞅 你好你好 志哥 志哥 哎 那那那满力柱的叫大哥的人 我肯定尊重啊 啊 大志一身手 你好你好 哎 啊 大成兄弟 哎 跟张大成握了握手 哎 紧接着 这满力柱就说了 说这个大成啊 今天来找你呢 也没别的意思 啊 这个 看见没 啊 这个 旁边那个志哥的司机啊 我叫吴明老弟 你也叫成老弟啊 今天呢 就是他的事 张大成一瞅 你好 弟弟 哎 吴明一瞅 哎呀 你好 大成哥 哎呀 你是行业的教子啊 早有耳闻呢 一直没有这个中间大桥的 这回呀 这祝哥跟志哥 让咱们认识 张大成一瞅 客气客气 此时啊 张大成就说了 说那个 那个 吵我什么事啊 祝哥 你就实话实说 直楼就行 满了一桌 往这一坐 瞅瞅 哎呀 大成啊 嗯 名人不说暗话 这个吴明老弟啊 在沈阳有个买卖 啊 啥买卖呢 这个商混这个买卖 啊 也就是钢筋混凝土啊 这些活他都能干 我也知道你哈工大年年呢 这个活那都不少 是不是 这回啊 找你没别的意思啊 这个弟弟这个业务呢 跟你对接一下啊 我做中间人 担保人啊 工程质量 你放心 一点问题没有 以后啊 你这哈工大的活 从今天开始 哎 就给我的弟弟干 你完事了 是不是 哎 张大成一听啥 张嘴就把我哈工大的活 把钢筋混凝土全要下来 啊 那那那都是政府活 那老大活来 那张大成瞅瞅 不是 马力柱一听 怎么的 有什么疑义吗 啊 你放心 不差事 啊 哎 对了 大致一瞅啊 大致为了让那个事情发展的比较快点 智哥就明白了 智哥一点样 那个兄弟啊 我说两句啊 这个 咱们虽然是通过力柱啊 认识的 但是你 呃 我这个人呢 也不差事 我的司机啊 也是我的弟弟啊 伺候十多年来 别的不说啊 工程质量你放心啊 那钢筋的混凝土我也好 那绝对够耗 还有 这个别人啊 啊 给你多少回扣 咱们呢 只多不少 别人举个例子 一年给你一千万回扣 那咱们给你两千万都行 钱呢 不是一人挣的啊 这点呢 智哥懂 哎 你看大致因为他也有工程的活 所以说大致啊 脑壳很到位 说别人 如果这里面有给你一千回扣的 我给你两千万回扣 哎 智哥把这话已经摊牌了 啊 此时张大成啊 瞅瞅智哥 哎呀 这个 马力柱讲话呢 怎么的 有他一夜说 主个人 智哥是这样 这个 哈公大呀 这个事啊 说实话 多少有点麻烦 麻烦啥呀 那个你也知道 我并不是哈公大的一把 然后啊 这哈公大里面还有领导班子 领导成员 这晚上 有什么项目竞标啊 怎么也好 这都得是通过正常渠道 哎 我只是其中一个主事的而已 我说的也不算 哎 这个事啊 到底这给谁 那还得通过常委会啊 等等啊 啊 不是我一人定的 哎 马力柱一听 啊 这啥意思啊 啊 因为马力柱把牛逼都推出去了 张大成言瞅 就是要往后推啊 要拉西啊 马力柱一听 不是 张大成 我就问你 一句话 我弟弟这个活能不能干 你憋过来 烙没有用的臭氧成呐 我就问你啊 能不能干 哎 马力柱这时候就有点鸡了 此时这个大志一笑啊 李柱啊 干啥呢 好好说话啊 张大成一瞅呢 马力柱说话吓人呢 张大成一瞅 那个 那什么 那个 那个我考虑考虑 那个柱哥 我我我研究研究 研究个屁啊 研究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吹牛逼 我治哥仔得告诉你 这活啊 你就给我弟弟干 啊 以后啊 就是我治哥的能力 我跟你说 我不跟你吹牛逼 人家在北京的能力啊 就一句话 张大成啊 能让你当上哈公大的一把 你什么工会主席啊 什么哈公大董事长啊 厂长啊 全让你干 啊 信不信 给他放空泡 张大成讲话呢 我能相信你给我许那个诺吗 张大成一听 猪哥 这点我懂 懂还说啥呀 啥也别说了啊 没啥商量 啊 感谢李哥 你这么的 考虑你啊 这么多年有合同伙伴啥的啊 咱给你时间 你啊 通知一声 明天这个时候啊 咱们呢 我给你打电话 咱找个地方把合同签了啊 听明白吗 把合同签了 啊 准备准备合同吧 哎 这当时张大成一听 行行行 猪哥 我回去我眼睛眼睛 我回去 我跟各个部门领导杀汇报一下 行了 别急不回报了 走吧 啊 哎 马力柱就就就就下猪客令 张大成一瞅 你也不是跟他商量个 就是就是明抢明要 我这活 张大成一瞅 行行行 那我就走了啊 我就走了 哎 说到这 张大成啊 转身下楼了 大致讲话 我送送你 哎 不用不用 志哥 你留步 你留步 啊 马力柱讲话的啊 等着明天打电话啊 明天打电话 订饭店啊 咱就就就牵合同啊 哎哎哎 张大成下楼了 啊 感谢船长大哥 这不就是典型的 这把欺负人吗 啊 社会人都说人意 哪有人意的 你告诉我 只要办事 设计办事 不管帮贼 他都得设计欺负一头 知道不 话不多说 饭也没吃上 张大成啊 下楼了 下楼一上车呀 张大成就知道 这事不好办了 老铁啊 你们干工程的都懂 这个工程 如果说 一旦形成一个模式 你想啊 再换另一批 那可真就不是 一个人棒一个人 说这算的事 知道不 这里面有个庞大的利益群体 你比方说 你是单位的一把 可能还有二把三把的事 你说我单位一把事 我就拍板了 这牛逼 二三把联手 告你呢 这里面老多说的 包括上上下下 这张大成呢 也不是一人说的算的事 张大成脑到脑袋上车 挺他妈的仇人 咋整 满里住还惹不起 张大成一上车 司机也就问这个大成哥 这老板上哪 张大成讲话 走 上故乡 上故乡啊 对 上故乡 这不嘛 开车 哎 就往哪去了 就往故乡去 啊 咯 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